這是國民黨的家務事 確實是國民黨的家務事 但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們站在旁邊看的人 我們是選民 如果國民黨處理的不理想的話 會失去選民對他的信任 我覺得這是一個 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覺得大家在問的地方 是就在於說 目前已經開始出現爭議了 當開始出現爭議的時候 其實我們站在旁邊 很冷靜 理性 客觀來分析的時候 我們已經感覺到說 我們有不耐 我們有厭惡 我們有不喜歡的 這樣的一種感覺出現 因為我們覺得 國民黨內部裡面 連一個自己的候選人的制度 都不能夠固定 變來變去 我們不能理解的地方 第一個爭議是在哪裡 就是說你為什麼要引用 在這一次裡面要引用 有人要提出要引用 美國的制度的出選制度引進來 我們不太能理解 因為土壤不一樣 美國的政治文化 跟我們台灣的政治文化 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政治文化 怎麼為了要這一次的選舉 把一個我們在台灣 所有的選民都很陌生的 包括所有的 絕大部分的國民黨的黨員 也都很陌生 也都搞不清楚的一個 所謂的美國的初選制 你要把它引進 國民黨內部裡面來初選 這個大家百事不得其解 當大家百事不得其解的時候 我們就會合理的推論說 這個就是因人設事 只要是因人設事 就不是公平的 也不是公正的 也不是合理的 既然不公平 不公正 不合理 即使你引用美國的案例 引用法國的案例 引用任何一個國家的案例 在台灣的民眾已經不能接受了 我覺得如果是如此的話 那麼你已經引起爭議了 引起爭議了 你國民黨這樣一直捲下去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也不要選了 真的就夠了 就不要衰選了 所以我還是回歸到 一個最簡單的 以目前來講 以國民黨當時在推舉 他的立法 他的縣市首長的時候 他採用了幾個原則 而且主流的原則是全民調 主流 我們在強調 化繁微簡的 對 主流的原則是全民調 再強調一遍 主流的原則是全民調 所以啟程 才會以非常些微的一個差異 而啟程很有風度的就是說 我接受 這一點你看啟程的身段 如此的漂亮 到今天我們相信 啟程絕對是國民黨的明日之星 因為他的風度 他的整個氣勢 整個氣度 而且全力幫助盧秀燕 在台中市的選舉 我想所有的國民黨的黨員 跟非國民黨的黨員 都看到台中這樣的一種表現 我們很讚許 這樣的一個讚許代表什麼 這個是一個好的國民黨的一種 風度跟團結的文化 而好的國民黨的風度跟團結文化 最後我們看到成果就是在 台中把林佳龍擊敗 而且是狠狠的把他擊敗 這個就是選民的意思 已經這麼的明白了 然後國民黨的這些大佬 還看不懂 就不太理解了 現在一定有人非常痛恨你這個樣板 所以全民調是當時 國民黨黨中央所訂出來的 一個對於縣市首長的 一種選舉的方式的話 為什麼不能基於自己本身 當然可以基於自己本身 辦法是民調跟黨員投票具備 但是參選人協調 用全民調就全民調 不是 2018年這一場大勝 這大部分的參選人 都認為全民調出現的人 最有勝賬 所以它是一個普遍的 最大的公約數 也是最大的共識 但是如果說 今天你要全民調 大家就會回想起 朱立倫當時把洪秀柱換掉的 這樣的一個慘痛的事件 當朱立倫把洪秀柱換掉 這個慘痛的事件裡面 朱立倫到底該 他是有多次的跟洪秀柱道歉 可是問題就在於 我覺得要看的是 洪秀柱接不接受 洪秀柱如果接受的話 朱立倫就具有 繼續參選的資格 如果洪秀柱不能原諒朱立倫 我倒認為朱立倫 可能就要退出這一次的候選人 我覺得這樣子全民調 反而可以解決問題 大老師講的 全民調一直是國民黨的一個主流 所以這次我們才會覺得非常奇怪 為什麼黨內的制度 會變成一個話題 不是就應該走全民調嗎 為什麼會大家來討論 包括吳主席本身都有講過 他曾經說不信全民調 不然要信我嗎 而且他有一次在中常會的才事 他說不僅是2018年縣市長 未來總統及立委初選提名 也都要採全民調 像我們以前議員初選 我們也都採全民調 我們從來都沒有質疑過這件事情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這群中常委 他們在做這些事情 都是憲吳主席為於不義 為什麼現在吳主席不管講什麼話 大家都認為說 你是為了自己講的 包括中常委提這個案 人家說為吳主席講成定做 吳主席在前一段時間 他曾經講說 他說韓國瑜的陸軍是我給他的 不只是陸軍 空軍也是我給他的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有一個主席 忽然往自己臉上貼金說 我很多功勞 一般是不會這樣 大家就解讀說 他是不是因為想要選總統 他之前講說 我個人要不要參選初選都不知道 旁邊的人馬上就開始解讀 因為可能沒初選 所以就是說現在 所以我是在這邊呼籲 我覺得黨中央就是說 趕快把辦法制定出來 然後要參選的人趕快坐下來談 然後趕快決定人選 這一切的紛爭一下都沒有了 不然的話其實我們在基層 我們其實滿痛心 因為大家已經開始 有點互相攻擊了 包括在很多 我可不可以請問原資一個問題 這都沒有套招的 這臨時想問 如果這四個打麻將的做民調 不管全民調照你講的 然後有一個人選勝出了 可是他跟柯文哲跟賴清德 或是蔡英文比還是輸那怎麼辦 硬著頭皮讓他選嗎 如果制度是這樣定的話 當然還是要全部支持他 民調落後還是讓他選 那是選怎樣 算是形態健康就對了 所以我們應該 吳敦義主席他不是這種人 他是相當有企圖型 要讓國民黨重返執政 所以不管制度怎麼走 他一定會找出最優秀 真的能讓國民黨重返執政的人 能贏的人 這不是他 不一定是誰 這個人一定能贏 這實在厲害 沒有 到底是誰 謝忻姐你沒回到我的問題 我正問一問 制度還沒出來 怎麼會知道人選是誰 不是 我說這四個打麻將的 我就不點名 大家都知道是誰 這四個在經過所有的程序 不管是什麼美式初選 或原子獎那個什麼全民調之後 他出現之後如果 因為我們各媒體 一直做民調 如果還是輸柯文哲跟民進黨候選人 國民黨還硬著頭皮 那就是你了 目前有很多個 都沒有輸民進黨候選人 所以這個問題只要擔心一半 輸柯P 對 這個時候民進黨都不擔心了 第二名沒有意義 只有第一名而已 現在執政的民進黨都不擔心了 你現在在野的國民黨 這麼擔心幹嘛 民進黨2020應該不是很有希望 可能就自在參加而已 我覺得國民黨 就是剛剛憲龍介講的 我有15個縣市 那是地方 很多東西只要靠中央 中央才有政策工具 如果你真的要拚經濟什麼的 還是要中央才有辦法 我希望打麻將那幾個先去回想 那我2016年在國民黨 最脫稅的時候我在幹什麼 一定是在黨最需要的時候 最脆弱的時候 才能去檢驗這個黨員 我來引述剛剛王世堅議員 我應該是沒聽錯 他說如果韓國瑜參選 一定比打麻將的好 這剛才王英宗 你是逐字搞了 沒錯 他剛剛就是這麼說的 這個是真心話 我也謝謝王議員 主持人 我的潛見 誰最不希望韓國瑜 參選2020總統 誰最不希望 我的答案在後面 其實很簡單 就國民黨這幾個打麻將的 我不希望韓國瑜來選 韓國瑜選的話我就 謝謝收看 民進黨也不想看到他 柯文哲也不想看到他 民進黨很希望 韓國瑜選總統 我們黨一定沒為國舉財 我眼淚都快掉下來了 民進黨不要派人 就讓韓國瑜當選好了 不會 我們會跟他一較高下 君子之爭 君子之爭 很好 我跟大家解釋 現在一定也有人很痛恨你 對啊 誰最希望韓國瑜參選2020年總統 我觀察這兩天在高雄 韓國瑜的行程 我跟他解釋一下 就是男女老幼 東南西北 東南西北不是怕麻將 屬農工廠 他去雅齊去新決江夜市 一開始去的時候 他戴著鴨石帽認出的比較少 後來他把帽子拿 因為人家跟他合照 他把鴨石帽拿下來 人通通圍上來 有好幾個商圈的商家跟他講 說民國78年 開始在那邊做生意 這30年來最慘 從來沒有這麼慘過 最憔悅 觀眾朋友一看臉書 我說就不瞎小 很多人跟他合照拍照 那是他的人氣 剩下的就是說 很多人去跟他抱怨 我的經濟不好 生活不好 我說在韓流 這個我們中天都有新聞的 畫面可以錄 在當時的晚會 很多去參加的 跑去晚會參加的不是高雄人 不是高雄人 那時候還被友台笑 你們這些人坐高鐵來的 然後在韓流的晚會擺攤販的 很多也不是高雄人 是其他縣市 去平坦好像很多 因為去那邊才有賺錢 才有錢可以賺 我現在要告訴國民黨那些打麻將說 你看去參加韓國瑜晚會的 很多不是高雄人 去擺攤販的 也很多不是高雄的攤販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吉他館齊的人 都往韓國瑜來 你看余思昌 余思昌 我再給他看一下 我覺得這照片 這個我是引用ET Today的照片 觀眾朋友 你再看一次 你看這個是什麼板子 這是什麼板 這是保利龍板 那是說韓國瑜來 這不是事先 這在臨時來 趕快下來 裡面還有措施我就不講 這些大漢如望雲林的人 不是只有高雄而已 所以我拜託高雄的鄉親市長 你聽我一句話 主持人這是我的結論 韓國瑜當高雄市長 對高雄市民比較好 還是韓國瑜當總統 對高雄市民比較好 我不是跟你繞口令 我問也大家想看看 陳偉文說這句是對嗎 他當高雄市長 對高雄市民比較好 還是他當總統 這是兩個 所以有時候主持人 我覺得如果韓國瑜當到一半 跑去選總統 柯文哲不是一樣嗎 有什麼不一樣 只是一個是當了第二任 一個第一任而已 差別其實沒什麼 好 挺韓一號 挺韓二號就先暫時留給世界 我挺韓 我除了剛剛說的為國舉差以外 我就是希望國民黨 大家選舉一次論輸贏 你們把你們認為最強 最好的推出來 不可以再打算就對了 不要說以一些民調說 誰來他一定贏 民進黨就奪長 我們民進黨是很有骨氣 我們有我們的主張 我剛剛講的那四大會 對 我代表社會 就是大多數民意 對國民黨那四大會 當然同時就會問 你說的要推出最強的人選 這四個問題 我們民進黨輸贏無論 氣別人知道 你們民進黨要不要推最強的人選 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不能說又卡成後的 好像說不管那四個打麻將 不管誰出來 以後選輸了又有話講說 其實他不是最強的 韓國瑜最強的 當初 如果這個不出來 這個出來的 你們都要包起來 不可以這樣就對了 你們就趕快 你們也趕快 你們也趕快 民進黨要不要看最強 我的意思就是說 放馬過來這樣 我的意思是這樣 王遠 會不會到最後講說 我們如果推在新的 早就贏了嗎 不會 我會這樣 我們推的人 我們全黨上下都會認為 一致他就是最強的 就是蔡英文 而且還沒決定 你們等中要已經決定 我們還會有 我們還會有一個基本的一個 黨內出選 對 你們可能連初選都不會有 其實現在國民兩黨比較起來 我覺得民進黨 你們現在真的進入太威權了 其實王遠遠 你都不知道你們黨中要的想法 你們黨中要從主席到秘書長 都已經對外說 小英是最好的人選 已經定調了 所以有的黨員有不同意見 他的意思是這樣 但是我們拭目以待好了 看賴清德會不會出來登記 然後民進黨會經過初選 再怎麼樣我們剛剛討論說 國民黨的制度上面 現在有一些爭議 但至少 我們像是一個民主的政黨 我們會有不同的人要出來登記 請問民進黨 會變成還是維持民主的政黨 還是已經走回威權 只有同而競選 只有小英出來 就沒有其他人敢出來登記參選 我們拭目以待 所以國民黨是人太多的問題 民進黨是人太少的問題